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 全台最具规模 而且最专业的毕业展 松山文创学员季 5月5号正式起跑咯 今年有超过45所的校系参与 推出为期六周的主题展 并在园区设置冲锋车赛场 鼓励毕业学生 面对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勇敢当冲 3 2 1 GO 伴随隆隆引擎声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 台北市文化局长蔡世平 与美国在台协会代表等人 手中的市区车 在赛道上冲刺 象征松山文创学员季正式起跑 今年共有超过45所校系 及3000多名学生参展 是新冠疫情结束后 全台最大厂的毕业展 我们号称这个叫青春月 青春月就是所有大专院校 毕业展览在松烟 那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开始我们有做一个主题周 所以呢我们把所有的毕业展分成六大周 所以每一周来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内容 比如说像第一周呢是艺术与时尚 第二周呢是大众广告跟大众传播 像第三周呢可能是室内设计啊 然后还有像景观跟建筑等等 所以我相信呢 从5月5号今天开始呢 每一个礼拜的五六日一 连续为期六周都可以看到每个同学的精彩的作品 第一周打头阵呢是艺术与时尚周 参展学生运用各式梅材创作作品 也表达心中的想法 像这一处迷雾森林 就希望让参观民众有陪伴的感觉 因为眼睛是人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嘛 那就是想要大家在看他的时候 可以看着他的眼球 然后好像他很乐着在听你讲 或者是有陪伴的感觉 以陶瓷材质做出整面共600片的快筛四季墙 则希望能记录过去国人与疫情共存的时光 他其实就是讲说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 已经过了很久 然后上面呢他都会有写一些日期 其实回望过来就会发现 我们在这段日子里面已经过了两年三年多了 其实这件作品就是做一个记录 然后把每一个人的一天呢记录下来 仔细聆听参展学生介绍作品 台北市副市长明一华肯定学生的创意与热情 也期盼透过学员季鼓励毕业学生勇敢当冲 迎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你也看到同学们呢像类似说他可以用疫情 反而让他有更多的所谓的创意上的发想 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这比我们脑袋灵活非常多 所以其实要多鼓励他们呢 能够赶快勇敢就毕业当冲 能够冲向自己的梦想 能够勇敢去追梦 所以今天来看 这对同学的表现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美国在台协会文化官马明媛坦言 自己不喜欢毕业这两个字 他认为毕业不是结束 而是迈向人生的另一个新旅程 而毕业展不只是展现学生学习的成果 更重要的是动手做努力实践 负责筹办部制文化大学美术系五十六位毕业学生 共两百多件作品的蔡新宇也认为 学员季活动对学生作品的曝光及未来升学或就业都有极大的帮助 因为在这个松烟它人流量蛮大的 就是然后我们这个展场的布置这个状况下 我相信会就是吸引蛮多 不管是画廊或者是业界的一些人们来观展 然后也让同学的作品有曝光 然后除了这个作品曝光之外呢 我们的作品在这边 然后也可以让一些我们 比如说我们如果想要升学一些教授啊 学长姐他们可能看到也许做推荐或者是 到时候要进去的时候可能教授对你有影响之类的 除了展现学习成果 透过学员季活动也让各校学生有机会互相交流学习激荡创意 文创园区呢提供学员季的目的也是要让 同样是做这个学系的同学们 除了呈现自己的作品成果之外呢 也可以去跟其他的戏所呢做交流 也可以一些观摩 除了四题展出 2023松山文创学员季也持续与线上展览平台合作 提供学生作品免费上架并于线上平台展出 突破展览空间与时间的限制 让学生的创作被更多人看见 邀请大家一起来园区观展 为毕业学生加油打气 鼓励这群社会新鲜人勇敢追梦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松山区公所与松山社大合作 开办松山无感体验走毒工作坊的系列活动 在饶河街知名的百年老店 松山六安堂森药行举办 由第三代传人的媳妇廖世奇老师 带领盛大的学生 深入认识台湾今日硕果仅存的 自切炮制药材 盐粉的特殊技术 松山区公所与松山社大合作 开办松山无感体验走毒工作坊 这回来到具有将近70年历史的 松山六安堂森药行 由第三代传人媳妇廖世奇老师 为参加活动的社大学生 介绍各种中药材 以及制作中药材的过程与传统器具 深入认识台湾今日硕果仅存的 自切炮制药材盐粉特殊技术 课程最后 六安堂更特别准备药膳排骨及四成汤 胡理好 虎头包 手作DIY 让参加者收获满满 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就是药材 然后就卸成一小片一小片 这个就是南北解雾 这个就是泡汁的这个座 这个是做药的药材 做药材的药材 这个药材 这个座子 这个就是以前 这个百年历史的感觉 这个有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你知道吗 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就是以前员工住的 全乘时期有差不多十几个员工 然后小孩子都十六岁就来了 怕小孩子出去玩 所以弄个乒乓球桌给他们在里面逼到 然后晚上也可以 对晚上也可以现叫 然后现在都是在放药材 像这种做法哦 这个做法是用抠的 它的粉会比较细 那这个药粉是用膜的还是要加点粉 膜的 就是刚才说的烘完了以后 隔天那每天每天就是 对这个是打出末的 这个打出末的 打完出末以后 它会用这个机器 或者这个机器 那有的是直接就磨完了以后 磨完了以后 他会用这个做筛 用这个做筛 是真正的药粉去筛的 那有一种是直接磨完筛 那有一种是用抠的 抠的是它粉会比较细 这是打出末的 那这个是搅拌机 我刚刚讲的那个熟地 他就会先用这个先搅 搅拌手 这个不是脏 这个都是每天越粉 很多用粉来上 这都是粉啊 他们大陆他们其实是防风 防风铃 这个都越有 台湾有在用 所以还是会进口 我现在的挑战说 客人会说 那天哪里在败 可是不是我要买这样的败 是因为没有人 没人进差不多这么大条 因为没有人要自己做油 大家都召变来做好 问题是做好我不敢言 为什么要做这种小条 手在用 松山社大校长刘英归表示 松山六安堂自民国43年 在台北市松山区劳河街开业迄今 已经有68年 至今依然保存相当费工的药材制作方式 更亲眼见识到旧式器具的使用方式 以及旧有闽南式建筑的特殊设计 非常感谢六安堂杨老板及廖世奇老师 无私且继续谜语的分享 很开心今天大家加入我们这个 学习的行列 因为我们要来做无感体验 什么叫无感体验 待会伟伟老师会带领我们 而且教给我们 中药一向都是从根本 给我们做一些治疗跟保养 那我们六安堂呢 是创立于民国 创立于民国三年 1913年 到现在的话已经有110年的历史 百年老殿 所以是不是就帮我们保养健康 保养了百年 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学习一番 然后在我们松山区有这么好的 这个百年的中药老殿 然后里头也有很好的中医师 也可以帮我们保养 还有非常好的药材 帮我们治疗兼保养 这就是我们中药的养生之道 所以今天大家都非常幸运 有机会来做学习 松山区区长游朱平表示 接下来区公所也会特别 吸手六安堂 推出特别版的中药补气大礼包 只要在5月13号前 自松山风情 松山区公所 粉丝专业置顶贴文参加活动 就有机会抽奖获得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今年台北传统艺术季压轴大戏 由北市国与台义大合作 邀请过去两度演出七夕雨的 台义大表演艺术学院院长 曾兆新担任艺术总监 以崭新的风貌重现当年经典 七仙女柔美的声段搭配动人的乐曲 舞出华人社会中牛郎之女的经典爱情故事 2023台北市传统艺术季压轴大戏 推出民主舞剧七夕雨 当年由郑思生作曲许惠美编舞 1984年举行首演大获好评 更开启台湾民主舞剧 以及大型制作的先河 如今再度扳演 北市国特别与台义大合作 由过去两度演出七夕雨的 台义大表演艺术学院院长曾兆勋 担任艺术总监 以崭新的风貌重现当年的经典 时隔40年这样子的一个经典的作品 那么仍然是经过时间的淬炼 那么也站在了一个教育者的一个立场 成如刚刚所提到的 我是许惠美老师的学生 那么呢我有幸两次参与了七夕雨的演出 第一次的时候 那么我担任七仙女其中的一位 我是属于比较个性活泼的老二 那么在二十八年前 那么也感谢许惠美老师 那么从美国回来 把许惠美老师的一个作品 那么重新地再演绎 那么在当时很荣幸地呢 能够有机会担刚之女这样一个角色 那我想从小跟着许惠美老师的一个学习 那我相信在我一辈子的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 这个养分不断地滋养着 那站在教育者的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现在是传承到新一代的舞者们呢 让他们能够领会到在四十年前 那这样子的一种舞蹈的美感 舞蹈的一个呈现 我想艺术是不断地往前进 那么还有在整个时代的一个变迁当中 它总是会产生的一些变化 那陈如刚刚我们的主持人也提到了 这个时隔四十五年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这个七续旁边的这个八个字 再续就与今天大作 那这个我也要很感谢我们的这个 陈俊良老师在帮我们设计这一张海报的时候 那么也帮忙下了这样子的一个标语 让他就呈现 那旧语呢是两个意思 又是好朋友 那么牛郎之女的故事 是那么感人肺腑的 很感动的一个爱情故事 我真是百感焦急 每一次这一个舞排完回家以后 我晚上在睡觉 想到这两位 这么优秀的艺术家的合作 然后看到这些 几乎可以说 在学校都是跳现代舞 芭蕾舞 要把它们磨成像天上的仙女 所有的一举手一投足 都要恰到好处 包括你的眼神 我感谢很多人 我要特别讲 那个团长 还有院长 真是谢谢你们 还有施老师 前面已经很多 讲了很多我姐姐的话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作品 呈现 我们等一下有两段 没有呈现的 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你光是听里面的音乐 然后看这些舞蹈子顺畅 很感动 演出记者会特别以40年前的剧照作为舞台背板 台北市立国乐团团长陈振刚表示 从当年剧照可以看出舞者的神情及韵味 但不同世代有不同的审美 在现代音乐 在现代音乐舞蹈剧场以及多媒体工作者合作下 七夕雨才能经典再现 背后这张照片 每一个人 每一个舞者的神情 现在都很难看到 很难找到 不同的世代有不同样的美 就譬如在我左手边的第一位 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的曾兆训院长 第三度 曾院长是整个制作的策展人 统合了所有的音乐艺术跟舞台上面 所有的主办事项 真的是非常感谢曾院长的团队一起参与 那我们真的要说 每一个人脸上的气韵跟神情 都有不同世代的美 大概这个世代 要做到当时40年前 大概很难回到40年前 同样的我们也要说 40年后我们拿什么重现这部经典 这里我们真的就要谢谢曾院长 谢谢许黎美老师 谢谢施德玉老师 谢谢整个台义大的表演的团队 给了很多的协助 邀请了当代的指挥家 我们的前团长 郑义彬团长 台义大鼓乐系的朱运松老师 在音乐上面的重新整理 那还有舞者群 那还有我们说整个剧场的软硬体的进步 那在这40年来台湾有太多新的剧场 那舞台上面的软硬体也进步相当多 那当然这个时候 在舞台上综合的呈现上面 多媒体的运用 那也会是这一次 重新再现的时候的一个重点 2023经典七夕雨 舞蹈将由许惠美的妹妹许黎美接手重建 音乐则由作曲家朱云松做配器重整 由北市国前团长郑立斌单纲指挥 强强联手将于6月16号到18号 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大剧院重现经典 邀请观众朋友共同回味 这出历久弥新的经典民主舞剧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关心 雨电共生的争议 立法委员郭国文与洪生汉 要求农委会与经济部 应制定清楚的雨电纳管原则 由中央机关主则建立 养殖事实减合制度 确保光电底下的养殖鱼业 不受侵害 因应光电发展在地方上的争议 立委郭国文洪生汉 共同举办记者会 要求中央应定定清楚的管理原则 加强纳管 以台南七股争议的经验 过去回应地方诉求 提出由中央到地方 设立工作站做法 获得不错的成效 但在光电设置越发普及下 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前端应应 拟定相关纳管机制 那上次公庭会当中 我们提出一些 由中央派出到地方 成立工作站的做法 某程度也发挥一定程度的成效 但是这样的成效 是不是能够在末端处理之外 而能够在前端里头来做因应 那前端里头做因应的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纳管的这个可能性 在地方上我们所有的观察的一个过程当中 地方民众对于这个太阳能光电 或雨电共生的这一个疑虑 日渐升高 那之所以升高的原因是 因为越设越普及的情况底下 政府某个程度也是追求KPI的一个目标的情况 而没有去注意到 所有基层民众的一个感受 一来它可能是冲击到生活的部分 仅凝社区过境 二来它可能是冲击到生产的部分 可能造成既有的一个生产作为的一个冲击跟破坏 三来它可能会对生态可能造成 威胁或影响 而引起诸多环保人士的一个疑虑 那这些现象当中呢 在过往中央单位 作为一个土地提供者的一个相关机关当中 只是在作为一种书面上的审查 以大潮国为例来说 当初国家财产署发给所谓的开发许可的情况底下 是连现场的状况是毫无所知的情况 只有单纯从书面的审查就给予开发许可 也造成了一个所谓的这一个冲突跟来源 那同样的类似的能源问题 台塘的这一个土地的提供者 也曾经有发生过类似诸如的现象 因此我们是希望中央能够拟定一个纳管的一个机制 从一个纳管的机制来说 来避免日后可能会造成所谓的生产 生活生态的冲击的部分 所引发的一个社会争议 我知道不管是从渔民的角度来说 不管对于太阳光电厂商来说 都还有一个困扰 就是地方的养殖事实到现在 都还没有办法被清楚地厘清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 其实不管是从渔民的团体 从地方的团体 从养殖 从这个相关的厂商 他们都非常非常需要 我们的政府大力地把养殖事实厘清 为什么养殖事实厘清重要 因为当养殖事实厘清以后 你的相关的权利义务人才会清楚 权利义务人才会清楚 所以每个人该有什么权利 在这一个秩序里面 该有什么权利才会清楚 当今天连养殖事实的认定 都不清楚的时候 其实很难去界定权利义务人 不管是对渔民的角度来说 不管是对厂商的角度 都是很大的相关的困扰 所以这个部分坦白说 我认为这绝对是行政端 就可以做的事情 现在我们从2019通过了功夫法之后 其实我们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力气 去查这些违章工厂 我认为我们现在就是要用 查违章工厂 确认事实的方法 来去确认养殖事实 对养殖事实的认定的确认 只有把养殖事实的确认 给确定下来 我们才有可能真的进入到 好好的管理的阶段 今天只要这一端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做扎实的话 我认为你要谈后面的管理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应该要 编列充足的人力预算 该把养殖事实 包括相关的科学标准 损害科学标准的认定 都应该建立起来 这个是管理最重要的基础 雨电公升案件的养殖事实 是由地方政府负责认定 未来会结合科学技术监测 包括水质 荣养及产量等状况 强化管理 经济部也将与农委会合作 由政府作为土地整合的发动者 透过公开临选 选出能回应地方需求的厂商 现在法规是规定 地方政府要去看 有没有养殖的事实 怕我们这个 真重 真重电 假养殖的事情发生 这种的东西 你不可能说 地方政府 他的社区 他去做 可能一年 一百两百 这样 这是不够 那现在我们也 跟那个 洪委员跟郭委员这边 应该有这样说 我们回去就马上就用 那个水厕所的 在台西 他现在有一些 建筑 有这样子的一个小规模 先用连线的方式 就是说 你吃鱼的时候 里面要 不管是水质 PH或是农氧 或是那个酸碱度 这里本来就都有一些 主动的这种监测 那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再去推广 那大概在这边 洪委员也认为说 那个应该在经费上 还要去预注一点 就是类似我们 像我们海洋一夜的 既然 现在就是有 有一个监控的一个系统 你船到哪里的时候 大概都知道 那你捕捞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那个移货 或是一夜种类 这都主动的 你做这个管理 用这个同样 以后的发展就是说 在管理上 如果你把那一些的那个感应的水质监测 或是还没有谈到那个所谓厂的监测 这都没什么问题 只要你那个一离开的话 比如说你一天或半天你离开 那就OK 但是你如果那个系统 那个信号没有进来 就是说水质 你如果潮过几天的时候 就表示说你苦苦了 你现在已经是有疑惑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的一个研究 现在是我们是请 那个也是 当时也是做我们的那个 漁船的监控系统 的海大的一些老师 你做这个那样的 那今年大概是有一个 一个计划 先以水释手的这个 几家的那个进驻在台西 或是 或是那个台南的这一部分 都可以连线 来做这样的一个测试 未来大概考虑的方向 会有两个 一个我们刚刚讲的 说游夏尔上 如果有养鞋或鱼鞋这边 他们可以整合好的时候 由他们当主体 那我们去媒介 优良的光点业者 让他们当主体 这是一种游夏尔上 由地主或是渔民 自己来做的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个是 我们由上而下来做规划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已经有 渔电工程专区 总编辑 大概花了 花了大概 将近有两万公顷左右 所以这个部分 大概有很大的量 那有些已经开发 有些还没开发 那我们想说第一步 大概我们会跟 农委会合作 在当地去 收集民意之后 民意这边如果 针对这些还没有被利用的 专区范围内 他们觉得 可以大家一起来 共同往前走的 改变过去 由他们自行来整合土地的做法 我们打算 用 临选的方式 临选出 比较 可以跟当地共农 共存的这些好的厂商来做 那临选里面 当然合法合规 这只是基本要求 我们要要求 他要跟 当地的结合这边 包括 刚刚有提到的 牧林的方式 回馈的措施 可以改善 渔村经济的 等等这些 透过临选的时候 把这个好的厂商 愿意跟在地结合 一起共同发展的 这厂商选出来之后 由他再去做整合土地 那后面当然这些做法 就会有一些配套 临选出来的 我们大概会让他 在我们的这一些 台电的溃线上 我们大概就会做一些 管理的动作 洪生案指出 县已有部分 不效业者 用草作土地 或降低成本方式 违法或游走在法律边缘 经济部及农委会 应承担责任 研议纳管机制 介入渔电共生 所需土地 及渔温之空间整合 并确保渔电共生收益 能由渔民和社区 健康共享 记者问订阅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 人人都可以是记者 是编辑 有字有图 有标题 越耸动 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 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 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 AI技术 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 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 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 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 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 为了要探讨全球化背景下 台湾影视与电视产业 各面向的议题 亚洲影音产业协会 举办台湾影view会议 会聚各界关键决策者 担任演讲嘉宾 中加宽平副董事长赖贤武 也受邀于谈 以经营者的观念 畅谈近年来 有些电视与宽平市场的改变 以及在OTT串流影音的 愣筹下如何因应 为探讨台湾影视 与串流媒体的产业趋势 与发展方向 亚洲影音产业协会 举办台湾影view会议 汇聚各界关键决策者 担任演讲嘉宾 中加宽平副董事长赖贤武 也受邀参与 并且以台湾有线电视 及宽平市场之眼镜为题 进行分享 赖贤武表示 面对有线电视市场衰退 中加宽平以客户为导向 优化品质与服务 不仅用户持续增加 也全方位的提升市场的竞争利益 中加宽平在最近的四年 我们每年都有大量的资本支出 投资在网路的建设 所以使我们在有线电视或宽平的 这个网路品质 在过去四年有大幅的成长 第二个呢 我们也更加强我们把有线电视 跟宽平的捆绑服务 所以使实际上消费者在有线电视 所付的成本比以前更低 可是所享受到的服务更好 同时还有宽平的服务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客服方面 我们也加强了 我们把全省的客服做整合 因此提供给客户更好的服务 这是我们因应有线电视下滑 我们中加宽平所做的努力 在数位浪潮下 中加宽平副董事长赖贤武认为 有线电视与OTT业者 不再只是竞争关系 而是在内容上有所互补 民众收视习惯的改变 也增进宽平服务的成长 OTT虽然是一个浪潮 但是OTT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说 OTT其实跟有线电视是一个互补的 因为OTT不管是Netflix 或者是Disney 或者是很多的OTT服务 基本上它所提供的 可能是电影娱乐各方面 但是有线电视呢 我还是有很多 比如说新闻的电视 或者是其他有关运动的节目 这些都是目前在 online上面 OTT的服务上面所欠缺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是两者是 在内容上面是有一些互补 不完全是一个竞争 另外一个就是 当你使用OTT服务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宽屏上网的服务才能享用OTT 所以我们中间宽屏也提供了宽屏服务 所以OTT可以促进宽屏服务的增长 另外呢为了使我们传统的有线电视服务也能享受到OTT服务 我们也推上了ATV的机上盒 使我们的消费者在我们的机上盒上面 如果说要享受OTT服务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操作方式 就可以享受现在很多人所希望有的OTT服务 与会嘉宾利TV董事长钱大卫也认为 尽管有线电视面临用户数衰退与数位化冲击 但有线电视与宽屏产业未来仍非常具有发展潜力 台湾的这个看这个Cable的人呢 最少还是在50%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族群 而50%以上呢都是付费的 消费者愿意付费的 而这个里面呢这个基础呢非常大 你愿意付费你就会愿意再付其他的 那在经济学里面通常在讲 有一个叫做生长曲线 第二生长曲线 那现在Cable是有点在下降的地方 但是要赶快找到第二生长曲线 第二生长曲线现在Cable都在做的 第一个事情就是宽屏 就是Cable Modern 那Cable Modern就是市占率越来越大 这是绝对对的 但是除了Cable Modern以外 在这么大的一个50%以上的这个族群里面 你家户里面怎么样推广 那当然现在Cable公司 每一家都有开始跟OTT合作 所以它的双模机上合可以看OTT 但是不是只有OTT 还有数位广告 数位广告其实是一个大的收入的来源 那客户在这里 通常我们在讲客户在这里 你就有商业模式 所以最重要的是Cable公司呢 要找到其他的商业模式 那这些族群呢都在自己的系统台里面 那我怎么让他来看到其他的服务 其他的benefit 而且不管是他愿意付钱 或这个厂商愿意帮他们付钱 就是好的商业模式 针对盗版内容对于影视产业的冲击 中家宽屏副董事长赖贤武认为 影视产业与宽屏业业者需携手合作 共同打击盗版 也期盼政府加强取缔 第一个就是我们有线电视的这个 所有的系统台必须要同心协力 取缔这些这个盗版的这个软体 但是呢上游卫星工会啊 卫星频道工会或者是 版权的业者也必须要加强这方面 另外盗版的这个盗版的内容服务 主要是透过宽屏的方式提供的 那我们也呼吁中华电信 是全台湾最大的宽屏提供者 他们不应该只限于说 我提供宽屏服务 也应该注意到宽屏服务上面 有很多非法的内容在这边串流 那我们也希望中华电信 加入我们一起打击这个 盗版软体的盗版这个内容服务的 的一个现象 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 政府机关NCC 我们也希望司法部 这些都能够协助我们 加强对盗版版权的这种取缔 在与会来宾热烈讨论下 台湾Inview会议圆满结束 期许在产业界人士相互意见交流下 台湾影视与电视产业发展 能够迈向更好的未来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台北市又有一座新的 儿童游戏场诞生咯 为在南港车站前的男星公园 大变身 以火车及铁轨作为主题 设计三节不同高度的火车车厢 透过攀爬网架连结 加上蜿蜒的溜滑梯 火车飞上天 不仅好看更好玩 一看到火车头 小朋友就迫不及待的往上爬 手脚并用的经过空中倾斜的车厢后 在溜下旋转式滑梯 直说超好玩 很想玩 我觉得溜滑梯溜下来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很好玩 喜欢这里吗 喜欢 这处让小朋友玩疯了的儿童游戏场 就是位于南港车站前的南星公园 在当地南港里里长李志景 与市议员雀梅沙共同争取下 进行大改造 以火车作为主题发想 设计三节由第一道高的车厢 透过攀爬架与绳索转拢连结 再衔接不同长度的溜滑梯 其中这座倾斜式的飞天火车 最为吸睛 南星公园在其实在六年前 也是由我们礼办公处进行一个大改造 把它南星公园就做一个无缝的接轨 但是发现当时的邮寄区 就是比较旧式 然后孩子的参与性并不是那么的热络 那我们台北市政府公园处 一直有在推个邻里的异象造型的 共农式邮居 那离办公处这边就委托 我们的港部区议员 切梅沙切衣座 然后在此做一个现场会刊 然后由公园处来这边争取 争取一个共农式的这种邮居 当时我们跟公园处同仁 就有开过了几次的一个会议 就做一个讨论 当然南星公园位置就在我们台北市 我们南港区的南港车站前 如果做这个有火车的主题做个意向 做个发想做一个设置的话 会更能够凸显出我们南港的一个 一个氛围出来 当时我们讨论坐车飞天行 其实我们是仿造我们台铁的普悠马 普悠马有倾斜式的车厢的一个原意的概念 然后其实看到是里面是倾斜的 我们里面设置是平面的 让孩子们能够这样子行径借由穿越 穿越隧道那个概念 然后由油锯这样子滑下来 加上一旁的荡鞦韆 南星公园成为家长 遛小孩的最佳场所 甚至吸引了外地家长前来朝圣 特别带小朋友来体验 我觉得那个网子的部分 蛮有挑战性的小孩子来讲 还有这个设计来讲 我觉得他们也玩得很高兴 跟一般就是外面的比较不一样 一般对 就是它的造型啊 设计比较好 对 它小朋友比较好 应该还不错 除了超酷的儿童游戏场 改造后的南星公园 还规划有展演舞台区 及体试人设施 让民众在三铁共购 同情人群 西来南网的南港车站前 能悠闲享受都市里难得的一方绿地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召开改造枪全台乱串 政府束手无策的记者会 立委尤玉兰特地带来 仿真的玩具枪道场 表示玩具枪改造 是造成政治败坏的大问题 政府应该要针对 非法枪支 子弹 以及非法改造的业者 加强查起 黑尾尤玉兰表示 玩具枪改造 是造成治安败坏的大问题 根据警政署统计 107年到111年间 查获非法枪支的数量是稳定下滑的 但根据 警政统计周报 国内的持枪刑案 非但没有减少 在109年之后 反而逐渐增加 更严重威胁 国内自然 而警政署的统计之中 查获由模拟枪改造的 非法枪子已经在 大概是六成 模拟枪不是玩具枪 我这一次所带来的 不管是长枪 或者是手枪 都是台湾厂商做的玩具枪 是出口 只供外销使用 因为根据统计 世界的玩具枪之中 有60%的孩子以台湾 部分业者 其实台湾的玩具枪的品质就好 美国西野军校 或者瑞士的警方 他们会跟我们的玩具枪业者 来进行训练合作 其实我之所以开始是 接触台湾的玩具枪 中华民国玩具枪协会 最主要是我们看到现在 台海兵凶战委 此时此刻正有美国的军火商人 在台湾想要卖给我们 二流 三流 或不入流的武器 但是我们其实是有很好的 很好的这些玩具枪业者 也可以来协助 比如说进行全民国防 全民国防教育 过去黑枪也好 红枪也好 其实要进口进来非常不容易 改造枪支 一千三百一十块就可以买得到 蛋壳两千八百块都可以买得到 三千六百块也可以买到 这样子的东西 而且还有售后服务 所以这个是造成人民生于恐慌当中的状态 民进党政府不用心 也不上心 只会在第一现场批评 今年二月份中正大学有针对于 治安方法司法有做一份民调 国人对于警察维护治安到目前为止 有73.1的满意度 但是对于国家的整体治安满意度 从过去2019年的66.5%下降到今年二月份 只剩下39.6% 这个就是现在国人对于治安败坏 整体有忧虑忧心的状况 游玉兰指出 政府应针对非法枪支子弹 及非法改造业者加强查气 不能任由非法改造业者及枪支 在国内流窜 对国内玩具枪业者 应积极的管理辅导代替禁止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欢迎回到中加新闻现场 金融区与会结合台电金融市政府及宗教团体发起到金融鱼海域进行渔苗放流的活动 希望保护海洋生态同时也传达渔业永续的教育 渔船一抵达金融鱼海域 桶子里倒出千只的鱼苗流向大海 箱子里还有三万尾鱼苗 统统准备放回海里 我们顺一下动线 潜水人员下水透过水底摄影机拍下鱼苗回归大海画面 金融鱼海域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 也是基调活动的胜地 但随着海洋资源匮乏 金融区域 台电和金融市政府 发起了鱼苗放流活动 我觉得放流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帮助一些可爱的小鱼们 让它们重新回归大自然 我的教育就是让大家去爱护大自然 对环境尽一份心力 看到它们流回大自然 就是觉得有一种富裕的过程 就是觉得很开心 来自海大附中 二姓高中 中山高中 东南科技大学学生 和灵鹫山团体总计400人 分别乘坐11艘娱乐渔船 从八斗子渔港出发 前往金融鱼海域 展开放流活动 希望让渔业永续经营 那我想今天借由把金融区域会的这样的一个礼物放流 那跟我们的一个学校来做一个结合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产观学合作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案例 那我想借由鱼马的放流 也可以让我们的学生了解到说 冬序的海洋其实非常的一个不容易 那也是希望说让我们更加珍惜我们的 有限的一个海洋资源 那希望把这件事情能够长期 永续的经营下去 鱼类的一个食用之外呢 其实海洋生态的一个富裕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海洋生态的资源必须要永续 就要透过渔苗的一个放流 来增加海洋生态的一个丰沛 所以这样呢 对小朋友一个教育也是非常的有帮助 让他们知道 其实海洋生态的富裕呢 从渔苗就应该要开始 来重视他们生态的一个培养 这个渔苗放流活动 台电公司跟这个金融区渔会 已经这个合作多年 那效果也非常卓著 那台电本鱼这个社会责任 基于这个海洋生态 最近受到一些影响 希望也能够善尽一些社会责任 我们这沿近海 其中海洋附近跟八六指附近 还有汪海巷附近 这个加纳 自从我们疫苗放流以后 增加很多的加纳鱼 那么疫苗活动最主要是 我们这一次有叫一些学生来 二星中学啦 海大附中啦 都能科技大学学生来参与 是让教育我们下一代 珍惜海洋 爱护海洋永续经营 那希望透过这个渔苗放流 可以让我们这个丰富的海洋资源 不会那么的匮乏 对那因为近年来 过度的捕捞 渔民过度捕捞 所以其实也会让这个 海洋资源有一些的损害 那希望透过这个渔苗放流的活动 可以让海洋资源可以更加丰沛 那除了能够这个增加海洋的一个生态 这个广征这个富裕的一个海洋资源以外呢 更重要的更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邻居山佛教道坛 这样的活动从来都没有缺席 也符合我们宗教慈悲互生的一个精神啊 为了最终 渔苗放流后续的效益评估 这种区域会与海洋大学合作 特别将五千条的渔苗进行打标标示 未来钓客或渔民钓友标示的鱼体时 也能够回报这种区域会 以例统计和分析 我们海洋大学部分呢 是实际上说呢 能够提供科学化的一个 走苗放流的一个效益评估 那提供更充分的科学数据 来回应大家关心的议题 比方说我们放出去的物种 到底正不正确 是不是在适当的时间 或是适当的地点进行放流 那放流到外面的话呢 它们的活存 适应的情况如何 那到底会不会造成 基因载化的一个疑虑 那这些我们都有提出科学的证据 来回应大家各界的一个疑虑这样子 那当然最重要的像是 就是渔民关切到 到底这些资源是不是能够增加 那我们也有一些提出一些 相关的一些证据发现到 初步发现就是可能可以增加 一到三成的一个比例 然后这些总量能够贡献到 渔民的渔获当中这样 台电他们本身除了在海边 跟盖电厂以外 有影响到移民以外 他们也在做深度的研究 是不是真的有影响到移民 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请潜水人员下去 帮忙协助做各种的露营 让海大来加入研究这一块 虽然市府和民间都希望生态永续经营 不过渔苗放流需要经过申请 针对放流的雨种地点都有规定 在不影响棲息的环境情况下才能够进行 确保放流雨种和生态不冲突 才能达到保护海洋的效果 记者 黄少民 金融报导 还记得苗栗院里有一围小抹香精 搁浅沙滩吗 在金融序政府的协助下 顺利将它也放回大海了 而这也是2023年第一起在中部海域 抢救搁浅鲸豚的成功案例 志工们提着帆布担架和时间赛跑 就怕小抹香精离开水里太久受不了 得加紧脚步运到船上 准备出海野放 运送过程中 志工不断往小抹香精身上浇水 确保它换气顺畅 最后来到金融外海 众人合力将它抬起野放到海中 这支小抹香精是在6号被人发现 搁浅在苗栗院里出水里沙滩 民众健壮赶紧通报海巡处理 后来被送到金融八斗子救伤中心 除了进行全身的健康检查 志工也在治疗池里面用毛巾帮助小抹香精游泳 只见他活力充沛身体没有大碍 决定在7号上午趁海巷还没有恶化之前 赶紧出海野放 他的中文的种名叫小抹香精 不是抹香精的小朋友 不是 是另外一只物种 他的体长是315公分 性别还没有确认 因为搁浅现场那时候没有确认 所以我们晚一点才会知道他的情况 搁浅的时候 是发现他的呼吸是算有力的 不过他的眼睛有红肿的迹象 身上有一些鱼网切割的痕迹 个体有点消瘦 不过因为呼吸有力 他还算会挣扎动物 体力也算还可以 所以整体评估来看 他可能有机会回到大海 不过因为他个体太大 所以在搁浅现场 没办法进行相关的浮力测试 我们不晓得他之后 如果真的回到海里 是真的会浮还是无法浮 直接下沉 那如果下沉的话 当然他就会溺死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他野放之前 做一个减伤的动作 那这个减伤就是 确认一下有没有其他 比较严重的毛病 由于搁浅的鲸屯 穷活率低 志工们不眠不休 不如救援 幸亏官方民间伸手救援 这一次才让小母乡亲 成功回到大海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这次的大龙树须根 以及象棘头发的茂密枝叶石表示 应该要为这些大树整理门面了 提前因应台风季节的来临 因此反映地方民意 争取市政府都发处公园管理科 为六堵科技园区 诊断工件路两旁的230棵行道树 适度修剪头发以及胡须 修剪工程预定5月中旬开始进行 就算是忙到声音都沙哑了 能够为乡亲争取到尽快修剪行道树 杨秀玉还是很开心 那工件路这整个两排 林立大概有230几株的那个榕树 那因为长期性的这个都没有修剪嘛 那因为台风季节快到了 那我有跟公园科这边 就是提到说这个应该要赶快修剪 那可能预计中旬 中旬都会在这边做修剪 榕树 茄冬跟丰香 那你们会做什么样的修剪 原则我们会针对就是生长比较茂盛的 比如说是榕树的部分 我们会进行做强剪 因为在工件路这边 榕树几乎都在电线港底下 所以我们想说为了避免安全性 榕树的部分我们做强剪的部分 那茄冬跟丰香的部分 我们原则一些土长的部分 我们会把它修剪掉 然后维持环境的干净整洁以上 包括当地六堵里长余良盛 以及居民都前来关心 希望影响到路灯照明的枝叶 可以先行修剪 至于是否一并修剪 可能影响到电线电缆的枝叶 因为涉及到考虑人员施工时的安全性 必须断电进行修剪 反而影响到民生供电等大问题 暂时不处理 整个修剪工作大约两个礼拜左右可以完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七堵区有一里办公处 特地结合七堵区卫生所 共同举办我爱妈咪母亲节送桂花苗 及办理亲子建行圈的活动 场面温馨热闹 参加活动的民众都可以免费拿到 有一里办公处制证的两株桂花苗 大家都很开心 进入五月份庆祝母亲节的活动 越来越多 七堵区有一里办公处 特地结合七堵区卫生所 共同举办 我爱妈咪母亲节送桂花 以及办理宣导敬烟亲子建走的活动 相当有意义 我们有一里本身也有这个桂花苗的植栽来分送给我们的礼民 每一位礼民来这里透过我们的卷到那个三角公园那边回来的话 回来盖个章子他们就可以领取两棵的桂树 桂树 桂花树 还有我们的古早米蛋糕 当然有很多 艺人们他们提供的康乃馨花给我们的礼民 高兴能够来到友谊里面活动中心办理一个母亲节建走 还有进烟害的一个宣导 希望透过跟祖孙共荣 然后走在一个没有烟害的一个环境 然后促进那个里面的一个健康 对 包括七堵区长冯吉安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前基隆市议会议长先任市议员蔡旺莲 以及市议员曾宜芳和市议员张耿辉特助等人 都一起亲自参加和民众同乐 一起欢度健康快乐的母亲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运动爱台湾安乐区社区健走 继新著名嘉年华活动在基隆长庚医院秦龙湖院区登场 市长谢国良鼓励大家多走路多运动拥抱健康 健走运动前在专业教练带领下 先跳个暖身操舒展筋骨 包括安乐区长简易者市议员郑凯玲 吴华佳以及投入国民党党内立委初选的前副议长林佩祥 和已经从民进党党内立委初选胜出的市议员张炳君等人 都亲自到现场和民众同乐 基隆市运动爱台湾安乐区社区健走记 新著名嘉年华活动在基隆长庚医院秦龙湖院区登场 吸引1500多位民众一起走出户外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自到场参加 鼓励大家多走路多运动拥抱健康 我们郑锦州理事长我们张炳君议员也是我们立委参选人 然后我们文规秘书还有昆和还有简区长 我们前议长我们林佩祥议员郑凯玲议员 还有救国团的会长们 还有乌阿家议员我刚才有称呼到吗 好像漏掉了对不起 然后还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所有的大朋友各位同学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然后又不是太热 所以今天小爱爸爸很开心 来跟大家一起活动健走 祝今天很多贵宾 赶快让他们家依依跟大家问候 还有在座所有的里长们 祝大家今天运动的愉快健康身心 谢谢大家谢谢 在基隆市长谢国良等人一起名腔后启动 参加的许多民众和团体以及里长们 则事先要求和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 以及议员们合影留念 谢国良也展现亲和力来者不拒 参加健走的民众 从园区出发一路走到秦仁湖公园 边走边欣赏盛开的油桶花 吸收森林芬多金 度过一个健康愉快的假日周末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